今天分享鸡胸肉好吃的做法 准备两块新鲜的鸡胸肉,清理干净 先把鸡胸肉切成厚片 再切成粗条,最后切成小块 切好的鸡胸肉放在碗中 再把肉简单的腌一下 加入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三分之二勺盐 两克胡椒粉 适量的姜丝 两勺淀粉 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渍15分钟以上 准备一个土豆去皮之后 切成小块 装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杯大米 先把大米清洗干净 捞出来放在平底锅里 开小火慢慢翻炒 把大米的水分炒干 再加入适量的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一起小火慢慢继续翻炒 直到把大米炒成微黄色就可以了 再把大料挑出来 把炒好的大米倒在料理杯里打碎 不需要太碎 有点颗粒感就可以了 再把腌好的鸡胸肉放在米粉碗里 均匀的裹上一层米粉 最后码在土豆上面 全部摆放上去 开水上锅蒸 大约蒸25-30分钟左右 出锅之后取出来撒点葱花 我们的粉蒸鸡胸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胸肉一点也不柴不硬 外面裹的米粉很香有嚼劲 底下的土豆基本没啥味儿 可以搭配料汁 当做主食也是不错的 喜欢的可以试试哦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击关注哦